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亦是星岛方面到我们这个视频高度支持和高度肯定 多谢 这也多谢所有星岛的读者能够追视这个视频来看 林习 事实 今天首先你有些好东西插手 是的 因为师傅为了答谢大家的支持 特别是设计了一个地藏卡送给大家 这张卡为什么大家很想得到呢 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它现在放大了的原装卡 就是一张好像我们的资金卡 是 很小张 很方便的 你看上面就写着 末世攀子卡 随瘟得自在 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末世的年代 大家就面对了很多的灾劫 第一个灾劫就是这个瘟疫 这个瘟疫我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说这个瘟疫是火溶金而产生的这个金毒 这个金毒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叫做 新型冠状这个金的毒 是因为火溶金 那就是一定要用湿土来散热 那在宗教上的湿土就是代表地藏菩萨 而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呢 当我们面对一些湿土去散热的同时呢 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 而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鼓励大家 在一个末世污泥和在一个热毒的时候 是怎样可以令到大家降热 和可以需要大家清静的一个意念 所以这张卡里面呢 是将整个的瘟疫的解药 和是来着这个末世 末世即是坐过山车 一路起一路跌 所以来着这几个月呢 还会是坐过山车 而其中一个月最严重的同学 林记说过 是 就是说在到站前的一个最激烈的一个月份 那月份是什么月 衰月 是大概西历多少月 到多少 衰月应该是10月8日至11月8日之间 左右 所以大家就看着 在今年这个月呢 就是我们今年坐这个过山车 是最凹最劲的历史时刻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前 我急急印了这张卡 是印了五千张 是给我的粉丝 所以你们是有份的 是否放在银包 放在银包 跟着自己的身 那里面当然是有一定的力量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今年 大家由龙珠事件 从视频开始 都知道我已经捉到整个 今年瘟疫的密码 就是找到的密码出来 就是神 就是丑 和羹甘 这三样的八字 其中最劲的就是找到那个牛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蜜月就是冲牛 那个月就是目前的瘟疫 是去到最高峰的那一月 就是最反弹 最反弹 最麻烦的那一月 就是刚刚上一个月 这个月就是略为和换了 大家看到的那些 情况也是low down 而第二个密码就是神 而接下来是因为蜜月 是赶走的神 所以第一次就是蜜月赶走的丑 接下来就是蜜月赶走的神 神就是龙珠的龙 我们今年说了龙珠事件之后 那个龙月在香港是完全没有瘟疫 是当时维持了很长的时间 在那个龙月 都是零确诊 零确诊 然后回来都是因为外国那些人 回来的时间而引发的 去到鸡尾月 所以我们已经证实了 龙是一个可以 航温的密码 丑是航温的密码 而丑受冲就是上一个月 所以这麽大祸 而神受冲就是 刚才我跟你说 那个蜜月 也就是10月8到11月8 所以那个月应该是第四波 或者有其他的灾结 其他的灾结 比如类似所谓打仗 或者特朗普继续会发癫 或者有很多古年贵怪事发生 有关于特朗普 我会有专题和大家说他的八字 和他的渊源 你只可以在这个视频 可以通过八字 完全规探到特朗普 所有活动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看的最大收获 因为你看其他视频 可以有不同的人对你有评论 但是用述数来评论时事 是指次一加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追看 另外一个密码就是 那就是跟金 是那个康字 林冀 为何我们证明这三个东西 是解温的密码呢 我们首先先讲牛 牛 为何我们认为是一个最靓的密码呢 因为逢亲解药出产的地方 那地方一定是一个牛字 你和大家讲一下那是一个什么的密码 譬如是英国牛津大学 为什么不是剑桥 为什么不是第一间大学 是要牛津大学 做一件事就是在上一个月 冲牛的微月里面 在香港发生了一件小新闻 你记得是一个什么新闻 我在新闻里看到有只牛 就是自己走失了 冲了下去一个渠 靠消防员用很多方法 几个小时才可以救回它 为什么是在那个月才有只牛 冲了到水坑里面呢 就是刚刚在微月 证明了牛真的被冲 但是它被冲了到水坑 证明了都是很大的斗争 很幸运能救回它 很大的斗争才可以出来 为我们做解药 而最奇妙的地方 就是牛津大学去研究之外 是他们发现到原来在解药里面 其中一个成分就是牛的胆里面的细胞 又是跟牛有关 所以就于是这个牛 可以散热这个八字的推论 成立的 第二成立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跟金就是金可以帮那个新有之金 新有之金就是阴金 就是现在被火烧到暈了 而产生毛病的 而这个跟金如果是新金 是得到跟金去帮着它 它就不怕烧 所以更新密码 就是成为了我们八字学的研究 新就是猴子 所以又有一个发现 就是说原来所有的抗体 都是打到一只星星那里 去进行这个实验 那就是金金 所以又赖了出来 原来金金又是跟解药有关系 而中国的解药那个研究的机构 竟然的名字又是跟金 就叫康希洛 有个康字 所以康字就是解读的密码 所以德国的位置 从我们述述一直下来 都是认为它是跟位 所以德国就一直是培育药物 是最高的 是全世界出产西药的王国 就是德国 所以接下来其实 就是德国、英国、中国的康希洛 这些都是我们认为 未来是将会出这个解药里面 而有这个密码的地方 所以英国、德国、中国 是率先在一个金的月 就会送出这个解药了 这个金的月就是这个月 就是这个新月 所以这个月 你已经今天报纸 我们已经看到 就是中国已经是有 这个解药出来了 已经拍照了 也可以大量生产了 你想想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到我们的手呢 就是有月 就是天衣月 九月 天衣月就是西力的 九月 九月的八号左右 到十月八号左右 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月 我相信瘟疫应该继续会或多或少存在 但是我们的心理压力是会解除 理由就是因为有了解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有解药的同时 刚才我说过 那个衰月 赶了我们这条路 那就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着 在今年的西力 十月八号开始 就是我们的衰月 我们的其中一个解药被冲 就是说 我们研发出来的解药 是发现到 不是全面可以医治得了 那就是说 还有部分的人 是用了这些解药之后 是觉得不行 可能是病毒变了一种 另外的悲伤就是病毒变了一种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这种药不是全面 每个人都医治 于是又造成了一个担忧 直至到十月一号到八号 这几天里面就有新闻出来了 就到了十月八号之后 入了个害月了 入了害月之后 到跟着的子月 那我分疫就慢慢慢慢除了 所以这个都是来着过山车的形势 有关于你的过山车 今年如何错法 明年如何错法 我们会在下一集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生活的过山车 也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在来着今年下半年 是怎样做人 还有明年怎样反败为胜 在2021年 那架过山车又怎样呢 所以你一定要看